伊斯兰国月星圣3K爆发跳槽出走槽 人们将战斗是为了什么呢 有人为了信念而战 有人则是为了务实而战 至于曾经在叙利亚地区攻城越地 威风铃里不可一世的伊斯兰国战士 当初似乎为了教义而战 为了建立他们心目中的伊斯兰国而抛头如撒热血 他们的领袖邦克达迪也告诉他们 死后会有处女与金银财宝 这些奸臣与物质的双重激励 让伊斯兰国战士们冲锋陷阵 伊斯兰国也靠着战领电游设施 抢劫及走私 赚进大把钞票 成为世上最富有的激进主持 不过近来伊斯兰国的残暴作风 引起各国众物 伊斯兰国的战况越来越不利 收入也越来越差 虽然没有财源或无薪价 不过战士的薪水从台并约13K减薪到3K 让战士大失所望 爆发了战士出走潮 至少有200人觉得薪水太低而出走 甚至还跳槽到其他出得起高薪的激进组织了 斗新闻综合报导 他们都是苹果日报的爆料公民 你还在等什么 每月两则爆料被采用月铃2万 每周点月数最高 载送的奖金5万元 现在就加入苹果爆料公民行列 中文字幕提供